奇异恩典 何等甘甜 我醉意的赦免 亲爱的朋友平安 这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 奇异恩典 作者约翰纽顿 是十八世纪的圣诗作者 与步道家 而奇异恩典 这首歌正是他的人生最佳写照 约翰纽顿生于1725年的英国伦敦 他的父亲是西班牙人 从事航海事业 他的母亲是位虔诚的基督徒 但不幸的 在他七岁的那一年就病逝了 父亲续学后 家中气氛不和睦 造成他的童年非常的辛苦 六年时他寄居在技术学校读书两年 以受不了严格的生活而辍学 十一岁时跟着父亲上船 开始航海的生活 谁知染上随手的放荡其性 吃喝嫖赌样样都来 他原本是黑奴运输船的船主 后来落魄到非洲 自己沦为奴隶 直到他父亲出手打救他 他在返回英国的途中 遭逢狂风巨浪 行将灭顶之际 他诚心的呼求上帝 求上帝留他的生命 他将终生为主所用 他最后平安回国 三十九岁时 约翰纽顿在经历人世沧桑后 终于成为一位牧师 就这样一直为上帝工作 到八十二岁退休时 即使他的记忆力已经衰退 他却告诉大家 他很清楚的记得两件事情 第一 自己是大罪人 第二 基督是他伟大的救主 今天的圣经以西节书 二十章四十四节 主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 我为我的民的缘故 不照你们的恶行 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亲爱的朋友 如果我们够诚实 我们会承认 自己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 我们都有许多的缺点软弱 我们也常常掉入 引诱试探之中 我们常常有时想要做好 但是却不时犯罪跌倒 甚至在我们有一点点成就之后 就至高至大 忘记了上帝的恩典 能够帮助 求上帝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在他面前 有真实的悔改 承认自己的软弱 知道上帝的爱 大过罪恶对我们的瑕疵 愿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 把我们因罪所带来的伤害痛苦 改为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